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阿米格林好 那个快线电商的麦江的你们好 然后阿米秀的粉丝们你们好 那个我叫Hera 我来自万一通 我进入这个行业已经七年的时间了 然后这七年一直都在万一通 然后从一个小白 然后慢慢的跟各个大咖们学习 然后走到今天 我们在镜头外聊天的时候 我跟Hera聊了一些事情 因为我们俩之前可能是打过照面 但是肯定是没有交流过的 对 就是久仰米格 但是可能就久仰 就在上面就是 可能在活动上见过米格的分享 听过米格的观点 但是没有这样子交流过 今天也很荣幸 这个是我的错了 我应该是跟大人有更多的交流互动 这个万一通七年时间 我没记住万一通 应该是在行业 快八年九年了吧 对的 就是万一通是2012年成立的 然后从2013年 我们开第一个澳洲仓 然后走到现在 应该已经有八年多的时间了 那差不多是你是见证了 整个行业的这个 从开始萌芽 快速成长 有一波的小曲折 又回到往上疯狂的跑的这个阶段 是 我应该是跟着万一通一起成长的 人生有八年 我想想我上了 我在八年前我在干嘛 现在是2021年 就2013年 2013年我做了个最重要的决定 我去读书 我回去读书了 因为我觉得我的学习能力跟不上了 我觉得我的理解能力跟不上了 然后在14年的周年经营经营天上 你是为什么从传统物流 来去做这个快速天上物流的 因为如果说像你刚提到一些 世界品牌的这些公司 其实他们到今天还是很强大 为什么会转到宽定商来 是 因为一开始毕业的时候 我进入的是一个传统物流的 那个时候我们叫合同物流 就是基本上面对的 我们面对的其实都是一些大品牌的 然后他们呢 我们做配送 我们也面对不到消费者 那么他们面对就是一些经销商 一些领售门店 然后像超市这样子的 那么从大概在2013年14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跨境电商 就电商其实是已经飞速发展 然后跨境电商就开始进入到 就是不管是从朋友当中听说 还是从一些就是渠道或许一些消息 我觉得这个行业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新鲜的行业 我自己也是比较感兴趣的 那个时候万一通从2013年成立 然后2014年在招人 然后呢我也了解到万一通 然后也非常感谢万一通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能够让我附入到这个行业里面来 我们两个差不多时间进入这个行业 我是2014年的6月份 我才知道有跨境电商这事 你是什么时候进行的 我是2014年的时候4月份 然后进入正式进入的万一通 那你还比我招了两个月进入这个行业 七年时间了 七年时间你看万一通从原来的一个 只在一辈的体系里面做仓 到今天是成为跨境出国电商 一个不可以去 应该说是已经是 就相当份额的一个领军的这么一个 跨境电商的综合科技解决方案商 我没记错的话你们现在定义是这样子 是没错啊 对我们用科技赋能 然后希望用我们的供应链的 给卖家提供全方位的供应链的管理方案 我们是希望能够帮助 就是能够协助到这些会计电商的买家 这是你公司给你背的东西 我也很好奇 七年时间 这行业变化感受不了 你看从一开始海外昌 当时我海外昌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我印象中应该是很早前提的一个竞品 就是那个内架 在一一五年的时候 我记得有这个东西了吗 海外昌 这仓货都发到海外去了 就就就这谁管 谁送了 就那会我觉得是把货发到海外去 那是大片子 到今天海外昌已经变成了一个人情皆知的一个 一个就是差不多是你要吃饭是吧 米饭要拿碗 这个概念 你要做跨境电商是吧 那你可能必须要有一个无论直接建计电商 这七年时间你看到的这个行业在海外昌这个事情上有什么变化吗 可能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像米哥说的那样子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想做跨境 然后开始做平台上的生意 是针对于买家端的需求 就是可能在国外市场上买家的需求越来越多 比如说我要解决我的派送时效的问题 就是我希望我购买了这个商品之后我能更快速的拿到它 就像我们自己购物一样 就像现在其实我们也希望当天发货 然后刺就能到达 就来到我的手上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可能我可能有推广货的需求 然后呢 可能商品从平台可能从小件就变成了大件 那么大件可能也不太适用于说来发专线或者是来发小报 这样子的一个演变过程 大家就可以慢慢的去接触到海外餐 发现说原来有这样子的一种服务可以来解决我的需求 那么可能说海外餐可能我发到它那里去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 我心里也没有底 因为看不见摸不着 只是说一些数字给人提到货 零的说所有权还是我的 但是货到美国去了 到了欧洲去了 对 就是发出去的是货 其实就是卖家手上的钱嘛 对 他要钱他买货 但是呢 现在我觉得用一些系统上的数据 然后我们在市场上 不管是怎么样 就是卖家能够越来越多的去了解到这个 海外仓到底是做什么的 而且从不管是买家的反馈也好 然后从现在的发展也好 我觉得海外仓在卖家当中的接受度是越来越高的 而且卖家也越来越喜欢使用海外仓 大家可能很奇怪 为什么在阿米秀还会来去做海外仓的一个这样历史的科普 其实在很长时间的我认为说 我们没必要去重复把一些东西再拿出来讲 但事实上 我们刚刚在聊天聊到一点就是包括黑蓝的进入这行业的时候 我们当时接触的海外仓 就像你刚才说的 它其实是根据消费者市场 根据买家的需求 是的 它一步一步的从开始可能是很临散的 综合仓 低标仓 到开始去有专门的货架 学习亚马逊用纸盒子 是 到后边 变成你们今天的机器人 是 立体货架 是 远程的整体系统管理 包括可以说整一个美国 甚至整个欧洲 现在虽然经过脱欧了 但是整个大欧洲范围内 可以做一个智能的配送分仓尾程 包括退换货 包括一些超标产品 非标产品 包括一些像可能在常规的这种 仓库上没办法完成 或者说像专线也好 快掉 其实今天的海外仓 它赋予它的意义 已经不是七年前你我所认识的海外仓 是的 那这里边其实就带到一个很重要话题 就是今天会使用海外仓的都是谁 除了老一波的那些用户以外 从你 就你的角度接触到的这几年 新进入去使用像万一通海外仓 这种第三方海外仓 除了那些平台的观众商 我们不说 第三方海外仓 新进来使用的 都是些什么样的朋友 它会是怎么样 一个情况去求的呢 其实进入到海外仓的话 尤其是从去年的时候 就去年的疫情的爆发 其实它刺激了 就是线上的很多的消费 那么以前使用海外仓的卖家 其实我们传统说就是平台上的一些 运营作业型的卖家 我们可以这么教他们 称呼他们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说 从去年到今年 我们看到有一些其他卖家开始来入场 应该说他们入场进入到 跨境电商的行列 他们也入场来开始使用海外仓 比如一些品牌的商家 然后一些工厂转型的卖家 然后也有一些就是 原来做传统贸易的 那么现在我看到了 就是电商零售的一个发展趋势 他们也会来做线上的交易 那么这些卖家 他们本身来做 快进电商的时候 他们肯定会需要有完整的 物流解决方案来做他们的配套 我们发现其实这些商家 他们比较倾向于的 就是使用海外仓 因为海外仓能够给到买家 更好的购物的体验 然后对于他们的产品来说 可能根据商品特性来说 可能也比较适合 对那其实这个办理一个观点 就是说其实现在新进场的 这些商家也好 卖家也好 包括产品 无论是从商品的品质 还是说从商品的溢价 就是利润空间 它其实可以去承受一些 周期会相对来说更加的稳定 海运 海外仓 为什么可以送这种方式 因为它可以确保消费者的体验 那就必然尿不开一个话题了 美国前两天 今天是我们录制这节目是2021年3月25号 就在上周 这个美国政府又签了 每人发了1400美金 大家很开心 又一千多美金又要报单了 但报单是一回事 报单其实这几年 一年多下来 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 消费者其实对于这个电商购物的这种 消费习惯 算是慢慢形成了 是的 但同时我们看到 一变是火 热火朝天了 一波一波又一波人进来 那包括在全国各地 现在大家都做换天一样 都是换天一样 但同时另一边的也是冰 就在没记住的话 是三月头 二月初 美国的整一个的 这个韩朝又来了 德州大家的这个重症 瘫痪了 结果呢 这个没电 没车 没水 货出不去 舱出不去 全都是砸了 这一面就冰 一面就火 而且我知道万一通 其实最很重要的市场 除了在英国 德国以外 美国是你们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 对 我本身也去过你们美国 在洛杉矶的仓库看过了 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谢谢 这个一面冰一面火 其实一年疫情下来 你们是怎么看 现在美国市场 2021年又会变什么样的 怎么说 因为其实从 我们从买家端的数据来说 因为我觉得有消费 然后才会有这个市场 因为如果没有消费 没有买家的买单 这个市场其实也就不存在 就是我们从 一些市场的数据上面来看 然后我们应该算是一种趋势 就是从市场数据和市场趋势来看 以及消费者端 买家端所传递出来的一些讯号 我们认为说 在2021年的时候 整个的市场 跨境电商市场 还有线上零售市场 它依然会保持一个上升的趋势 而且是一个稳定上升的趋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其实我们通过市场数据 可以看到 就是首先就是 在美国端 我们知道在2020年的时候 然后疫情因为爆发 大家都在居家隔离 然后刺激了这个线上的消费 是 我们就是通过那个市场调查数据 然后就去采反这些买家 那么其实有绝大部分的买家 应该说接近九成的买家 都表示说 即使在疫情结束了之后 然后即使在居家隔离了之后 这个线上消费的习惯 它依然会保持 那么既然它有这样子的一个 消费习惯的保持 那么就会有消费 那么这个增长趋势就还是在的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